那时候的抚风城 灯火辉煌 人生顶飞 萧氏驻瞻抚风城百年 只能 满城皆知 我姐姐萧晴 是萧氏的骄傲 直到 她来到了萧晴 阿晴 萧氏驻瞎 看来这浮风城 是死人比活人多了 我仔细查看过这些尸首 他们的血肉 竟像凭宫蒸发了一样 不但没有零食 就连怨气也没有 浮风城鬼灯一案 与萧府的面门残案有关 放下 屈面 有点 依然 只是 三人 再次 是 宋娘 一辈子 以这般样子活着 恨过吗 凌我不凌 受死吧